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痛苦 扶我撑 但没有来很多遍内 他们也觉得我这小体格也做不了几个 腿就放过我了 有时间的话就去吃个火锅 没时间的话 我会看综艺节目 这有些之前蛮好笑的 之前在看我们是真正的朋友 就是还挺下饭的 对 反正我们伙食都是自己会点外卖 因为我一定要吃穿菜 吃其他的菜不太习惯 不够辣 谁的衣服这么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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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怎样 他们真的这么热 终于看他挨打吗 你真棒 也没有多少个了 对 这是 我要说什么来着 我突然 卡科 刚刚脑袋突然闪过一片空白 对 没有很多手机科了 只是 刚好我换的时候 就被他们看见 就会觉得怎么天天都在换 就是会不一样的心情吗 我快傻情了 想去旅游 你在舞台上的表演 就是 不好意思啊 工作缩快了 工作缩快了 好的好的 我想要给周四伴的那些福利吗 哎呀你这样一说 我就有一点 不知道从何说起 哈哈哈哈 舞台方面还是看合适的机会吧 不会刻意说 我为了要去有一个舞台而怎么样 就是 得准备好 对 我的要求就是一定要准备好 对 如果我打算了要做一个怎么样的舞台 我就一定会在合适的机会去做好它 家乡话 我们四川好像很少有 太阳出来了 是四川的吧 大山地子孙 呦 这算吧 是吧 是是是 对以前 找时候看快乐大饼的时候听娜姐唱的 哈哈哈哈 我只知道我小时候特别爱吃米线 好无聊哦我 我好无聊啊 我好生活啊 对我小时候就特别爱吃米线 哈哈 我感觉我还说一些超级无聊的口水话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然后我只记得 我只记得我特别 爱吃一家店的米线 然后 我妈也不让我吃米线 你让我吃 我好无聊啊 对就是我很想吃一家米线 然后妈不让我吃米线 她就让我吃面 那我就说 那我就说 我就说 那我吃 等一下 等一下 啊 救命啊 那我自己跟我妈说 我说那我 我跟她说 我说那我吃一两米线 一两面 对然后 我妈就妥协了 然后每天就一定会在那吃一两米线 一两面 然后回家 就好了 我们再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